主席 那這種人數到底是多少人? 其實我們統計一下 大概是3900萬 只有3000 你是說3900萬 就是排除到住在台灣的 所有在旅外的 有3900萬 華僑就是說沒有激流到 台灣本地的 就在海外的喬包 我們說有3900萬 那目前有關於 喬生在國內 就讀大學的人數 究竟有多少? 差不多有13000 14000多人 也不算少 算是一個大數目 那就是 包括說這些 華僑子弟回國的 就讀情形是逐年 递減呢?還是逐年增加? 這個部分是不是請委員長 當我們2008年到現在 我們逐年的地增 逐減 那2008年之前是 逐減? 2008年之前 我就舉個例子 剛才那個 林玉環、林主委 也對這個 趙薇講過 從緬甸300人 變成兩人 有這種趨勢 但是我們來來以後 最高峰的時候是多少人? 最高峰喔? 這個 我再跟你一個資料好不好? 最高峰多少人 可以書面給我參考 因為我知道 現在每年我們都一直在增加 是因為 本席是很希望說 因為僑委會扮演的角色 非常的重要 可以讓這些僑生如果可以 多做一些宣傳 多做一些政策的輔導 吸引他們回來台灣就讀 受我們的教育 那對國家的認同度提高的話 那未來呢 不管他們在世界各地 或是選擇留在台灣 也可以為我們的國家 貢獻一份心力 那我也想請教委員長 目前我們的這個 政策宣傳 還有這些 可能誘因呢 到底是哪些? 其實齁 最大的誘因齁 在東南門的僑胞齁 他們比較一下子齁 還是台灣的大學教務 這個能夠全世界比起來 是能夠進入全世界的 所以啊 他們啊 對台灣的大學教育 都嚮往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心情 第二個 他們也知道 台灣這個 中華民族的這個 很多的這個 台灣的多元化的這個 台灣的民族的自由 他們也都喜歡的 他們的父母親啊 都跟我們中華民國啊 八十年來僑委會都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他們都啊 要求他們子女啊 最好到台灣來 那喬生回國就讀有沒有優惠呢? 就是在學費上啊 這個 其實啊 我們就是給了很多很多的獎助學金 公讀金 再來的時候啊 我們盡量的啊 幫忙 給一些所謂的 嗯 這個健保 半年 半年的健保 我們替他付 啊完了以後他就自己付 我們有一些 很好很老的這個 這個獎勵 希望他們多多來台灣讀事 是本心也了解說 您一直致力於推動於這個方面 那包括說這個 呃 喬生的獎學金種種 他的評審制度到底是怎麼樣 可以請您說明一下嗎 其實獎學金啊 嗯 教育部獎啊 一年那一天教育部獎 還有幾億嘛 齁 教育部給我 他的獎學金一年就一億多 我們曹會給的獎學金啊 一年大概差不多 兩三百萬 是 啊全部放起來齁 其實也不少啦 呃 我也覺得啊 這個獎助學金齁 我常常想齁 如果大家要給這些 喬伯的獎學金齁 我們曹會齁都沒有辦法 現在我們都是常齁 跟緬甸啊 跟台商啊 去募款 說拜託拜託齁 你有沒有有沒有獎獎學金 很多的台商齁 一交啊 這獎學金啊 交 十萬塊一年 十萬塊一年 很多人 還有一個啊 一百萬一年 他要交五年 哦 更有的啊 交到五百萬 大概三四十年前五百萬台幣 那個是很大很大 是 到現在都還在那邊 所以這些僑胞其實對於 都是僑胞自己建的 國內的教育 讓他們自己 我們國內只有兩百萬 我們僑委會自己進去 只有 差不多一百多萬是不是 我們僑委會並進去 兩百多萬 國內我們自己放進去的獎助學金 我們僑委會齁 只有兩百多萬 但是其一個一個 總共起來真的很多很多 是 所以本席還是期待說 這個是僑委會做得很好的一個項目呢 就是說 呃 吸引這些僑生回來台灣救毒 然後照顧這些僑生 所以希望這個部分呢 還是繼續加強 然後能夠繼續把他們照顧好 那另外有關於華僑子弟的兵役問題 我想這個是 幾乎是院裡面每一個委員 辦公室層出不窮的問題 可以說是五花八門 包羅萬象 那我本席想要請教說 這一次的修法 到底對於華僑子弟的兵役問題 有這個現況有任何的改進嗎 其實兵役問題齁 大家齁已經把最放寬的這個程度來講了 他說主要齁 你有中華民國國籍或中華民國 在台灣中華民國有國籍以外齁 只要你不要在台灣超過一百八十三天的話齁 都必須要服務兵役 所以他只要 在台灣不超過一百八十三天 從什麼時候開始計算 差不多 就是他是三年內不超過一百八十三天還是五年內不超 一年 一年 這個修法提出來了 對 沒有 那個是現在的 對 現在已經說齁 一年一百八十三天吧 您您要解釋 這位是 呃 剛剛您提到的這次修正的條文裡面 對於兵役 我們華僑子弟的兵役問題有沒有相關的改 呃 改改革或變化 那基本上我們這次修正條文沒有涉及他們實質的內涵 我們是增加了一個所謂的授權 就是說依照法律保留的原則 我們增定了一個授權的 就是將現行的 現行他們的規 呃 譯證的規範是善建在護照條例施行細則 還有譯證署相關的規範 那我們現在合給他們華僑身份證明 是根據這些散佈在各地的規範去做審核 那我們現在的這次修法就是給我們呃 授權一個條款 讓我們將來就是同樣的要會商 國防呃 內政部跟外交部 將現在散散開的這些條款 是 能夠整合起來 可是即便整合起來 呃 如果能夠有放寬的話 也是未來 未來的時候才會再做修正 這次是沒有做修正 好 謝謝 謝謝 那最後一個問題 因為時間有限 我請教委員長 就是關於喔 呃 開不開放僑民不在籍投票的問題 我想要請教您支持不在籍投票嗎 這個僑民不在籍投票 不在籍投票有很多方法 最多的是他們僑寶想要的就是這個通信投票 是 但是這個通信投票 現在喔 我們想了一個很大的這個問題就是 大陸啊 大概有一百多萬兩百萬的僑寶 如果大陸的僑寶要不要通信投票 如果在美國的地方可以通信投票的話 大陸的 台商可不可以通信投票 所以你立場上你是支持不在籍投票 但技術上 技術上 所以可能這個還要修修這個選舉罷免法 總統的選舉 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喬包需要反國投票 其實本席也是支持不在籍投票 因為民主制度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有平等的這個投票權 那個喬爾會很支持這個不在籍投票 太好了 那因為因為他可能很多華僑他要反國 他的這個旅費種種可能不是他可以負擔的 所以因為這樣子剝奪了他的投票權利 我覺得這個是不應當的 那請未來委員長多努力喔 可以一起來推動不在籍投票 謝謝